接過一把鏟子 天主教教宗方基各 在梵蒂岡的花園裡 種下一棵橡樹樹苗 來自亞馬遜雨林的原住民 用傳統的方式祈福 教宗關心環境議題 尤其重視地球之肺 亞馬遜雨林遇到的大火浩劫 他用行動來捍衛 決定召集九個亞馬遜雨林區 國家的主教 召開為期三週的 亞馬遜主教會議 呼籲當地主教發揮力量 找出保護雨林更好的方法 並且主持了開幕儀式 天主教在亞馬遜地區的發展 已經有百年歷史 在這次開會前 也對當地八萬多人進行了訪查 希望能深入了解 當地社區面臨的問題 地球之肺正面臨威脅 教宗以最直接的行動 聲援被孤立 而且貧窮的亞馬遜原住民社群 大愛心有理方編譯